Zither Harp 莫里莫里我的爱情 莫里莫里甜的空气 破晓的黎明 满心憧憬 盼望见你的心情 莫里莫里修炼爱情 莫里莫里我的Darling 想到你就能慢慢缘起 默认的小妖精 怎么怎么甜蜜 这半场旅行一步一步 装你在斗里一路一路 胸口暖暖容若是你在心中 想到你就微笑忍不住 莫里莫里我的爱情 莫里莫里甜的空气 想到你就能斑满缘起 默认的小妖精 怎么怎么怎么甜蜜 这半场旅行一步一步 装你在斗里一路一路 胸口暖暖容若是你在心中 想到你就微笑 想到你就微笑 终于等到那辆车的主人 果不其然是个小姐姐摸头 不去乱想了 给大弟弟庆生 还是这人事儿 以后你再找我 我也不能给你做冰淇淋了 可我没想到 速度居然这么快 就为了冰淇淋来找我 你想要啊 我不给 干嘛 谁啊 干嘛 为什么不接电话 什么电话 那电话你打的呀 有什么事儿吗 你今天没有给我做冰淇淋吗 我知道了 欠你的冰淇淋呢 我会补上 你喝醉了 我没有 还管我 你管管她吧 她又来找你了 苏美怎么在这儿啊 这儿呢 怎么是她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什么叫我怎么在这儿 都在住十几年了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 那你们俩是 你怎么开大车来了 哦 我今儿开大车 她接电话 喂 喂 你怎么还不来啊 珊珊啊 我马上到 我老板喝多了 刚给她送回去 我现在又给哥们儿送个资料 我现在又给哥们儿送个资料 怎么这么假呢 我怎么能骗你呢 真的 渣男 你不是说找哥们儿 喂 珊珊 珊珊 事情不是你想的呀 你听我说啊 刚那不是个女的 不是 刚那就是个女的 但不是那种女的 珊珊 你听我说 喂 喂 她嗑我啊 孙悟 她真住这儿啊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俩其实是认识 我们俩有太多故事了 你怎么这么看着呢 我 我 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啊 她好像是楼底下卖冰淇淋的 一见到我就怼我 从来没见我这么硬的女孩 刑 身体太软了吧 咱俩还能触哥们儿吧 我大晚上给你送图纸 你这么说我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还用问吗 邻居关系 这邻居关系 说什么呢 冰淇淋干吗 你喜欢她呀 我哪能喜欢她呀 谁要是喜欢她 谁倒八辈子选择 你怎么又这么看着我呀 图纸没问题 让她们明天弄吧 行 你是不是喜欢她呀 我喜欢她说你渣男的样子 我给你了 再来 她说我 你为什么要想她 乖 她说她是什么 好像是有一个人 我说她是有一个人 她们吃了 这一项 她们吃了 她们吃了 还会 她们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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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喜欢她呀 欠你的冰激凌呢 我会补上 渣男 我会补上 我会补上 一笔 登 jumpin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昨天晚上好像是骂发了 骂就骂了 谁让她有女朋友 还让我给她做冰淇淋 我以后再也不理她了 我以后再理她 我就是个小狗 我说一个平平无际 不不通通的员工 怎么会住这么大的别墅 原来你是个小白脸啊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这么没本事吗 什么呀 什么呀 我毕竟领呢 昨天的就没给我 说好的今天给我送来的 两个小时就给你送啊 两个小时就给你送啊 喂 您那边怎么样了 数据全都发电话 只要色彩成功的话 就可以发布了 太好了 过几天就是我们公司的海边宴会 到时候啊 惠子会带上次的客户过来 外型设计公司的刘泰也会过来 我们的飞行器项目 可以继续开发了 还有啊 我们的关系也会在当天宣布 好 那先这样 你好好休息 我很担心你 没事 没事 我看你这两天状态不对啊 没有 不应该啊 按理说 你的星座沐星已经进入医工了 你知道吗 沐星代表着幸运跟扩张 我看你最近 眉心带桃花 应该好事将近才对啊 我没好事 不会有好事 你俩吵架 你们说好 别跟他吵架啊 我跟他什么关系 算着找吵架 这些冰激凌你别卖啊 留着 干吗 一会儿早上给他送回去 还说没吵架 你给人做了也不给人送 我一会儿是真有事 你这两个冰激凌是要送的呀 我正好顺道 我走了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你们好 这是你们的冰激凌 小爱 我是真的舍不得离开你 我一会儿是真的有事了 不是说好了陪我吗 姐姐 谢谢姐姐 客气 拜拜 拜拜 那你一会儿要去 我生病了 我的医生还在哪儿呢 现在的女孩太容易上当受骗了 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 爱啊 实人盲目 你 你是干吗的 什么干吗的 送外卖的 给外卖 你不要动 您是这样做的 谢谢 我心想在那里 你 他 你 你 你 给 这是您的外卖 谢谢 对了 我想点一个卡布奇诺 好的 亲爱的 对不起 我迟到了 其实我刚才 去了趟医院 你怎么了 没什么事 就是见到你 心跳得好快 别生气了 我真去这趟医院啊 我为了你 我药都没拿就过来了 行了 先点点东西 我去趟卫生间 马上回来 你好 小姐 王先生呢 他去卫生间了 您是 我是他的医生 刚刚送他过来的 那你坐这儿等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还有几个病人要看 对了 一会儿你提醒他 让他过来拿药 我刚刚往跟他说了 好 一定了 还有 你一定要嘱咐他 让他以后注意自己的私生活 这病传染性实在太强了 什么病啊 抱歉 女士 这个我不方便透露 是病人隐私 我相信王先生一定会告诉你的 那我就先走了啊 怎么样 宝贝 点什么了 你今天真的去医院了 当然了 我能骗你吗 病得很严重 很严重 很严重 让他以后注意自己的私生活 这病传染性实在太强了 这渣男 怎么了 怎么办 怎样追上枉者 拼停 没有 哪 这我心爱的小摩托 她从来都不会堵车 喂 李迪 喂 队队姐 你到哪儿了呀 我们这边都已经到了 我马上到 好好好 慢点 哥 我之前听陈锋讲了你们的爱情故事 但我觉得不太详细 你再具体给我们讲讲呗 行 那我就跟你们再说一说 当时我跟她第一次相遇 就是在这条街上 当时我在等公交车 五路公交车 突然这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子 披着个粉红的披风 不知不知的走了过来 喝多了 就跟个小树一样 然后她过来 突然就勒住我的脖子 说我要带你飞 我不飞还不行 我第一次发现女孩子晋能这么大 我振脱不了 就在这个园区走了 一圈又一圈 一圈又一圈 就这样子我们认识了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跟她相爱了 现在就准备要结婚了 就这样子认识的 听了你都讲了 真的好浪漫 我灵感立马就来了 行 交给我 你们去玩吧 我来画 行 那交给你了 嗯 那我们先去玩去了 去吧去吧 闷闷画 闷闷画 学姐 学姐 看我看我 你拿好 拿 拿个勺子 拿 拿个勺子 拿 拿这个勺子 谢谢啊 又来啦 不瞧 她不在 她去哪儿了 去 我不知道啊 你俩这关系你不知道吗 什么关系啊 就做冰淇淋的关系 对啊 做冰淇淋的关系啊 她今天没有给我送 你打个电话问问她呀 我不找她 我来买冰淇淋 行吧 那你看看你要哪个 我给你做 我全要 你全要 你确定 确定 你一个人坐得过来吗 我坐不过来啊 喂 沐沐 喂 田田的 你赶紧回来啊 怎么了 咱们店来了一单大声音 要咱们所有的冰淇淋 谁啊 你这么好恨 就你那 小哥哥 但我现在确实有事情赶不回去 你看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行 行 那行 拜拜啊 好 她 她正在给别人做来不了 她让我自己做 她说了 让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你看看你还全要吗 要 全要货 好 那行吧 那你得稍微等我一会儿啊 钱我付过了 你慢慢送 那我那个送哪一会儿 千元 不送 不送 你们又让我做又不让我送 你们吵架就吵架呗 那我今天算怎么回事 德德姐 你这画画得也太好了吧 那当然了 我颜料准备好了吗 灑了 灑了 我就差那个颜料 你还给我争灑了 你们这干吗呢 你好 我们帮朋友求婚 在这儿画幅画 那这画画得不错 求婚 什么时候啊 就这两天吧 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啊 我再看年轻人求婚了 好嘞 你们刚才争执什么呢 没颜料了 没颜料了 我那儿有啊 走 上我那儿去拿去 真的 走走走走 那 我跟叔叔拿颜料去 去吧 谢谢啊 看来 正好我这儿还剩几步颜料啊 你慢点啊 谢谢谢谢 别惨了 别惨了 这不够你们使得了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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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刚才这女孩是你姐姐呀 什么呀 不是 我跟她是 很好的男女朋友关系 好 长得像你姐姐 记住了啊 求婚得告诉我 好嘞 好嘞 没问题 走 走 那我先走了 慢点走啊 来来来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苏母经过一周的推算 数据很成功 测飞零误差 我决定啊 明天晚上开个庆功派对 就由王总来负责了 没问题 行了 大家都去忙吧 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啊 最近啊 压力太大了 明天啊 进宫宴上 好好玩一下 姐姐 姐姐 她懂什么呀 什么也不懂 而且眼神还不好 我怎么看 也是她哥哥呀 李迪哥哥 对对姐 言料到了 好 谢谢 喂 妈 回来了 这么突然 行 那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我现在过去接你们啊 好嘞 拜拜 怎么了呀 我爸妈突然回来了 我现在得过去接他们 我今天有事 我有得先走了啊 那我陪你去啊 我正好开车了 也行 我手机正好没电了 走走走走 不是 弟哥 那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你们 接着玩 我办完正事就回来接你们 辛苦了啊 见色忘义 哪也不是 等等我 走慢点 其他都挺好啊 就是这家甜蜜芳 我不太喜欢 你们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那您再看看这家 好 这家不错 就他们家吧 好 王元一 怎么了 我想让你帮个忙 苏大声都开口了 啥事 啥事 欢迎光临 你好 饭有什么需要吗 你们这个前男友酸奶 是什么意思啊 抹茶冰激凌上面撒点绿 要不要尝一下 我来个骑手有余 好的 稍等啊 你们店里是不是还有个女孩啊 是 还有我们老板女儿 难怪呢 难怪什么 难怪我老看你一个人在这儿 那你就是店长喽 嗯 冰激凌 等等 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吃冰激凌 我有事情找你 是找我啊 坐 哦 是这样的 对面的蔚来飞行公司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我呢就是代表我们公司 来寻找公司周年庆派对的甜品合作方 我们大约需要二百人左右的轮饮甜品 你们这个小店 能接吗 两百人太多了 我怕我们这儿人手不够 好 那你考虑考虑 费用呢 你不必操心 肯定是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 会超过你们一个月的营业额 如果想好了 明天早上就带着所有的甜品来见我 过了明天早上 我们就选择其他店了 好 行了 那我先走了 慢走啊 对了 希望明天早上能见到你 希望明天早上能见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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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小迪 没事 阿姨 正好我和田田在一起 你们两个不是天天在一起吗 是是是 我们一个朋友给他女朋友求婚 然后我们这几天一直在一块 策划这件事的 挺浪漫的 对啊 还都是田田出的主意呢 他呀 这点就随他爸了 当年你叔叔跟我求婚的时候 那可浪漫了 是吗 叔叔当年怎么求婚的呀 我爸呀 当年放了一整条街的鞭炮 租租一辆百米长 然后点着火之后 我爸就跟着那个鞭炮 一路跑向我妈 这是为什么呀 踏着七彩祥云 万众瞩目啊 大话西游 他跑到我妈面前 整个人炸得跟个小黑人一样 我呀 就是觉得你叔叔这一点可爱 才同意他的 叔叔 这招高啊 啥高招 我就是用生命在追求爱情 好了好了 爸妈 你俩别撒糖了 爸妈 你们怎么突然间就回来了 那因为呀 因为我想你妈 这么说我信吗 女儿信吗 宝贝啊 你让我说 这事一定得告诉你 就是你还记得你爸喝醉酒那天吗 他本来是想偷偷地给我一个惊喜来着 结果啊 爬到隔壁房间的床上去了 当场就被人家当成小三了 结果你爸就裹着那个玉京被人 从一楼追到五楼 又从五楼追到一楼 哇 那个场面啊 轰动得不得了 哈哈 你爸爸就是那个酒店的红人 他现在是没脸待在那边了 我就跟他回来了呗 爸 你绝对水泥 啥水泥啊 就是喝多了 李迪啊 以后啊 喝酒千万别喝多 五十 他酒量特别差 到家了 慢点 来 经理 小迪啊 辛苦了啊 没事 小迪啊 一会儿上我们家吃晚饭 让你叔叔给你做最喜欢吃的水煮牛肉 我朋友们都在山上呢 还要得接他们去 对对对 赶紧去 那我就先走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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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安全啊 不让我小心 对对 别忘了明天求婚的事 回去咯 回去咯 哎 这男孩儿 我先往里请你 啊 好了嘛 别看了 你走了 好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烟火在这夜空绚蓝的海极头 那些梦都无错都送给这晚风 要相信我们能在一起带着笑容 道别是不难过的你和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